看到玻璃是大人 就像看到救星 原本要被賣到國外 幸好在出發前一刻 成功獲救 专案小組持續追查 一進到旅館房間內 發現不得了被害人 雙手被綁控制行動 身分證存折 通通擺在桌上 原來天橋邦 竹聯邦太陽聯盟 用假真材真詐騙手法 囚禁被害人 利用人頭帳戶洗錢 而謝信嫌犯為了還二十萬元債務 也加入跨幫派犯罪集團 更不惜出賣兒時玩伴 等到他便僅是帳戶 在以兩百萬價格 疑似打算將人賣到柬埔寨 等於一隻羊八兩層皮 不只涉及詐欺人口販運 走進這個租屋處 這些印表機都是為了製造衛鈔 嫌犯甚至還參考香港犯罪懸疑 騙字學 但手法還是相當粗糙 衛鈔印了一半 還沒流入市面就被帶 身穿白衣的32歲陳姓祖賢是天橋幫幹部 還有詐欺洗錢毒品等多項前科 這次和其他幫派勾結犯罪 逃逸過程還掛假車牌改口漆顏色 自以為誣懈可擊 但終究還是逃不過法律制裁 華視新聞 華視聖宏志 台北報導 有事沒事趕緊轉開華視 還沒有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嗎 趕緊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華視YouTube見 字幕志 李宗盛